我爸住院了 当时还挺严重的 抢救刚过了 咱是不得看看 废话你儿子 你不得跟前儿笑一笑一笑 就我看的电视剧 是不是上医院都得带点东西去 那还其实儿子嘛 那无所谓了 别不是无所谓 上医院都得拿东西 你买点日用品 拿着剩下的二斤才弄 我看老爷子 你死不死的你 你电影把老头弄死 是怎么着你 家里就剩那点东西了吗 那你不能渴拿 那应该呢 你看病人嘛 你带点什么苹果呀 你还得盘点金 你拿这两 那我带二斤什么呀 就我给你低头不搁 那我这不行 我带二斤什么呀 你来来二斤苹果呀 二斤香蕉啊 二斤水果啊 这不就得了吗 人家说的对 后来买了两个头罐子 我就看我爸爸去了 哎呀 周月亮我出主意 我就拿了二斤 买两头 买两鱼罐都看我爸 买两份肚子鱿鱼 我买了两份豆豉鱿鱼的罐都看我爸去了 哎呀 你让我出主位干什么呢 等下咱就去了吧 不能空手 找那去 老爷子一看我很激动啊 灯就坐下来了 我一看老爷子身体会不错呀 吓我一跳 小贼 爸爸有话跟你说 其一啊 我为什么能来到这个地方 我是想生发 其二 我觉得我在音乐方面的造诣 还是现在有一定的进展的 他还是高老松 还是没心没力 正是跟你开玩笑 死小子 爸爸来这完全是因为你 你说你一天天不务正业 不脚踏实地 做人来讲经常性的好高无远 你说你们那帮师兄弟 人家都是靠维护 人际关系往上走吗 你不是因为 那边也去玩了 真是 听伤你哥